湖北京门发现两座储物被盗 瓦开后墓中出土一句千年不服女尸 还有中国最早老子元版竹简 竹简的发现 不仅为我们破解了 一个持续千年的学术造假事件 最后墓中发现了一件文物 更把墓主身份指向屈原 如此震惊的发现 瞬间轰动整个考古线 那墓中女尸为何能尸身不服 竹简上又记载了什么内容 墓主身份究竟会是屈原吗 1994年3月7日晚上 湖北京门济山镇郭殿村外的田椅上 出现了一伙盗墓贼 他们不仅洗劫了墓中文物 还将棺果中一句女尸拖出眼来 公安部门接到报案后 随即对此展开了调查 当地文物部门也同时来到了现场 对大墓现状进行了初步勘探 调查结果发现 这是一座距今2300年左右的出国大墓 大墓上既没有封土 持统规模也不是很大 推测墓主只是清代夫家臣一级的低等贵族 但墓中能有千年女尸 着实令考古学者们大师一心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女尸 以及凤凰山汉墓的男尸 现在可都是过真价实的重量级国宝 郭家岗出现的女尸 比汉朝还早了百年之久 研究价值起步是更高 94年4月14日 考古专家在距离盗墓现场不远的泥坑中 找到了被盗墓贼买起来的女尸 这具女尸理性3000多年 又被剖尸荒野 竟然没有丝毫腐烂 甚至连关节都还能轻松屈齿 皮肤用手指按还能回弹 所有人都非常好奇 女尸为何会千年不服 4月19考古队决定对古墓展开发掘 由于这座墓葬面积只有十多平方 他们很快就挖到了五米的深度 等风土被一点点清理出后 厚重的棍果逐渐显露了出来 将残存的木炭和青高泥清理掉后 队员们惊奇地发现 我板上覆盖着的珠席 也完整保随了下来 构成珠席的珠条黄中透制绿 就像刚从仙筑上破下来的 结状 现场众人都很兴奋 可当过盖板被缓缓掀开 大家脸上却露出了失望的神奇 尽管墓穴的保存条件极其出色 但因为严重的倒扰 墓中仅灵运碎碎出土了一些墓质构建 以及破碎的薅片墓涌和丝织物碎片 5月10日 考古专家对这具楚国女尸进行了建议 女尸身高1米62 如今算下来已经2300多岁 是我国发现同时期皮肤骨骼保存最完整的一句实施 科学家研究后可以分析出 楚国时期人们的生活饮食习惯 随后专家便对女尸进行了解剖 湖北京门发现两座储物被盗 瓦开后墓中出土一句千年不服女尸 还有中国最早老子原版竹简 竹简的发现 不仅被我们破解了 一个持续千年的学术造假事件 最后墓中发现了一件文物 更把木柱身份指向屈原 专家首先对女尸进行了解剖 结果发现 女尸不但内脏器官状况良好 甚至连血管都没出现粘连现象 她的血型是VB型 肠道内检测出多种寄生虫乙气虫卵 通过显微性的观察发现 这些寄生虫无论形态还是大小 都与现在的非常相似 这一发现 将我国因食物感染寄生虫的记录 提前了200多年 不仅如此 解剖专家还发现 这位2000多年的战故实习楚国女子 竟然还是一位70多岁的长寿老 俗话说 人到70古来西 这位老妇人一辈子风衣素食 在那个时代可谓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她尸体跨越2000年不服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在考古发现的工程中 考古队发现了新高泥 新高泥质地极西细 有着很强的防腐防水作用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棺木中 找到了一些类似淤泥的东西 经检验 这些淤泥性富含中药成分 但遗憾的是 因为年代久远 其中的具体成分我们已经不得而失 考古专家据此推测 这却占过女师之所以保存这么完整 除了深埋其处于蜜蜂无菌环境中外 这些中草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 经过千年实现 墓中充满了积水 俗话说干千年是万年 女士能保存到现在 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 五加万一号木考古行动才刚刚结束 在郭殿村不远的位置 竟又出现一起古墓被盗案 接到报案不久 考古队再次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座带木道的土耕树旋墓 墓葬为假自行结构 分为头箱边箱和果室 木道开口十平方左右 考古人员首先清理了没有被盗的冰箱 打开盖板 冰箱竟然被地下水灌满 看到眼前一幕 考古人员顿时感觉又有希望 随着清理工作逐步展开 队员们在果室内发现了大量器 有箭族青铜旗等 就在这时 水面上突然浮起一件令人震惊的文物 这是一枚来自战国时期的竹箭 竹箭在当时是重要的书写材料 上面往往记载着一些重要信息 经过两千多年岁月的侵蚀 按说这些东西早就应该腐烂了 但眼前这片竹箭却依然坚韧挺拔 简直就是个奇迹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湖北京门发现两座楚国被盗 瓦开后墓中出土一句千年不服女诗 考古人员在清理欧香时 发现了大量散落的竹箭 除了个别断开的 大部分都保存完好 据统计 墓中发现的这批竹箭 共有804枚 其中记载文字的竹箭有730枚 所有文字加起来共有一万三千多字 这些字都是道家和儒家的典籍 其中道家的两篇分别是 老子和太义生水 儒家的共有14篇 但令人奇怪的是 这16篇典籍中只有老子和资义 两篇文章广为流传 其余的篇章子都像是以异于是般 不见经传 考古专家通过墓葬的建造形制 以及出土的文物分析 郭殿村后发现了这座古墓 墓主应该生活在公元前350年左右 以998年 经过历史文学专家整理 郭殿楚墓逐显正式出版 可是现在广为流传的老子 俗称道德经共81篇五千多字 郭殿大墓中出土的老子 却只有2000名字左右 这又是为何呢 根据古人文言文的断句和词汇习惯 在阐述上一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 曲解甚至删前点击内容 专家认为 郭殿出土的这本两千字的道德经 是传世道德经的谱本 再加上墓主人生活的年代 和老子相差不过三百年 因此郭殿出土的这本道德经 自然就更加接近原著 那么墓中竟然有这么多高细教材 墓主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呢 在一号母出土的齐尔卑蒂布克城 东宫之师四个大字 按照墓主生活的年代推算 墓主应该是生活在楚怀王时期 而怀王在东宫生活之时 他的老师正是大名鼎鼎虚远 虽然这种说法的时间地点人物 都对应得上 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一种猜测 毕竟在正史中 屈原是投身到了密罗江里 跑到湖北来安葬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墓主身份专家 还有另外一种推测 那就是慎道 因为在楚怀王在位期间 他是太子恒的老师 也可被称为东宫之师 可遗憾的是 此次考古墓中并没有出土任何 关于墓主真实身份的物理 因此人们也只能根据现有线索推测 至于墓主究竟是谁还有待考证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